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 2020年、2021年、2022年 连续三年在他的提案中都提出的是全民免费医疗 那么,全民免费医目前为什么还不能实施呢? 下面对此做一番剖析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不完善状态 因此实现免费医疗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虽然政府在近年来对医疗保障方面进行了大力的推进 但在许多地方,人们仍然难以享受到免费医疗的权益 第一,我国民生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 十年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刚刚建立完成 但是,各地的医疗资源分配和负担还存在不平衡的情况 不同省市的保险政策不同 甚至需要在不同保险机构之间转换 这不仅增加了人们看病的时间和精力 还可能增加负担 同时,医疗机构的资源分配也极为不均衡 一些大城市的医院拥有更多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 就诊行列较长 而一些医疗基本设施不完全 技术和医生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人们 则很难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第二,免费医疗政策的高昂成本 也是影响免费医疗实现的因素之一 卫生医疗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公共产品 涉及到的人口数量以及服务内容都极为广泛 免费医疗推行需要各级政府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上的大量投入 而目前我国的医疗体系与技术水平尚未完全成熟 加之以往医疗体系变革进程中的缺陷和失误 导致了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这也意味着推行免费医疗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 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时间 第三,公共资源的分配和管理 也是我国实现免费医疗的重要难点之一 如何公正的分配和管理医疗资源 降低医疗服务的低效性和浪费性 需要打破部门间、地区间的隔阂 进一步推动医院、医疗设备提供商、医生等多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 尤其是在推行跨地区医疗资源共享方面 需要政府敢于尝试突破相关部门之间壁垒的同时 也要努力减少资源浪费 总之,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复杂、治理复杂 不能通过简单的单一措施解决 要实现免费医疗 必须在财政投入和政策措施上下功夫 并着重加强对医疗资源分配和管理的研究 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更好分配和管理 进一步提高我国基本医疗保障的水平